我说胡锦涛你去干这个 那个时候胡锦涛你是我的仆人 你去干那个 这个就没办法做事情 所以呢 民主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确定了主仆关系以后 怎么更好的 让仆人为我们做事情的一套机制 并不是说每个人说起来 战略话说你要这样做 就做了 我们必须有个机制 来决定让政府做什么 这时候呢就是一套民主的机制 这民主的机制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 如何选择这个普人 就是如何选择政府 那这个也不像我们个人一样 到哪儿去选择一个给我打扫卫生的 我就当时你来给我打扫卫生好了 没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涉及的人太多 涉及太多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有个程序 我们要选县长 必须老百姓一起来投票 有几个人来竞选县长的人 他说 我们县里现在面临的几个问题 公共领域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公共教育 公共这个卫生 还可能有这个 以前县里的干部腐败问题 那个收税不合理问题 修电架桥等等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那两个竞选的 有一个人讲 他说 好 我解决这些问题 我怎么解决 我只用一百万 用纳税人的钱一百万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人说 我用八十万 那这不是随便说的 他后来要经过检验的 那 同时呢 你根据对这个人的了解 他们的辩论 就是说你八十万是不是可行的 你说一百万是不是可行的 你准备怎么做 打开进行辩论 老百姓呢就理解 他这八十万是怎么用 怎么能用到最好的好处 用我们纳税人的钱 比较来比较去 大家就觉得 说八十万这个 的确能用八十万解决问题 而且 老百姓对他这个人品 比较信任 比较喜欢他 这时候可能就票就投给他了 那多数票的那个人就当选了 这是民主机制的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选择我们的普人 怎么选择 并不是很简单 并不是我们到哪挑一个 你跟我打扫卫生机 没那么简单的 说要经过长期的辩论 长期的了解 然后当然 我们要选择那个 花我们钱最少的 最值得信任的 最有能力的 最不起干涉老百姓生活的 那个人来当我们的这个县长 这是第一步 民主机制 第二步 就是说我们怎么监督他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也不可能每天到县政府里去看着他 你干什么不干什么了 说我们不能怎么来监督他 这是一个民主机制的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来监督政府 我选上了普人 我让你为我工作 我怎么监督你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简单的生意的话 我开个小店 我顾了一个人为我工作 我弄个镜头在那看着他 录像 是吧 就使得他要好好工作呀 同样的道理 我们让选择的政府 我们要让他好好工作 别偷钱 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是吧 得有想办法去监督他 这是为几种办法监督 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人民代表 这个也是选举我们人民自己的代表 他们是全职的 虽然你不能去看着他 但是人民代表可以看着他 但是中国的人民代表都不是的 都和这个政府是串通一气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谁发现了问题 马上就可以说出来 登报纸 言论自由 是吧 要有言论自由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减典一些 因为他要考虑到 我是不是还要再当选 我这些丑事被接出来怎么办 说你必须保证 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好 这个第三个 就是说 我们可以换掉你 你要干得不好 我可以换掉你 对他一种限制 就是我们要有罢免的权利 罢免的权利 好 另外 民主这个运作的机制呢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们是 这个 这个农民 比如说 我们是农民 那我们希望有人代表我们的利益 我们不可能天天去从政 我们不可能天天在上班去搞政治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批人代表我们 这时候呢 就可能成立了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来代表我们的利益 这个政党可能不能完全代表我们的利益 但是它要比其他的呢 代表我们的利益啊 要代表的多一些 这时候我们就支持这个政党 那另外有其他代表其他利益的政党呢 也来要参加这个政治 那不同的利益呢 就用不同的政党来代表 这是一种必须放弃的一种选择 必须这个 你自己去从政 当然你代表你自己 你可以说的更完全一些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不可能天天的到那去 这个在议会里吵架 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选出我们 代表我们的人去 这时候呢 你选出来它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代表你 但是它可以帮你省时间 所以你必须呢 有自己的代表 叫代意志 你自己的代表的话 它基本上代表了你的利益 如果它不代表利益 下次你不要投它票 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做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要有政党互相的竞争 代表不同政策的人竞争 代表不同政策的竞争 这是另外一个机制 就是必须有政党政治 必须有不同的党 来这个 来参与这个竞争 你说 我这个党能做什么样 另外一个党说 我说我能做什么样 让大家去比较 让大家去比较 然后第四个 机制 民主的机制 就是法治机制 因为在这个运作过程中 肯定会出现很多的麻烦 老百姓的生活 也会发生很多的冲突 然后在这个社会中 也会出现很多的犯罪行为 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法律系统 这个法律系统呢 必须是独立的 包括老百姓要告官员 你必须公正 做到公正判案 它必须一个独立的系统 法治法治 就是一切 依照着法律去做 而不是说 我依照着人的意志去做 不是人治 这是第四个 一定要做到的 在民主政治里边 好 第五个部分 就是说 移民 这个政府是很复杂的 它涉及到很多的部门 那我们如果让这些部门 串通一气 它就容易做坏事 所以我们必须给政府分权 你比如说 制定政策的 通过法案的 不去执行 不去执行 就是说 立法者不做执行的工作 我们把立法和执法分开 立法的 如果去执法 它就会想到 我如何执法方面 它就按照自己的方面 去立法 这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说 立法的和执法的要分开 也就是说 美国的国会和总统 是两回事情 他们是互相牵制的 谁都管不了谁 这个要给分开 那执法过程出了问题 要有司法 要判案 这另外有一部分 这个要给它分开 这叫司法 说立法 执法 司法 三权要分立 这样的就避免政府 串通一气 走私 做自己的这个 为自己的谋私利 现在中国我们看 立法是什么呢 是人大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执法上是国务院 这个 司法上是法院 但是我们看 这几家是一家 还是分开了 是一家 在中国是一家 谁在后边掌握的呢 中国共产党 所以你没办法 立法 为了执法的利益 执法出了事 这个司法的保护 执法 所以最后就 完全串通一气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呢 所以民主机制里边 我们就有 包括这几个方面的那种 如果以后有人问你 什么叫民主 你认为的民主是什么样 你说具体的形式 我不管 民主的形式 对吧 它必须满足 这几个条件才造民主 第一 就各级政府 必须民选 必须民选 第二 保证 这个新人自由 和言论自由 然后政党政治 然后有代议制 有人民代表 然后呢 有什么 那最后呢 是要三权分立 然后还有司法 独立 这几个 满足了就叫民主 不满足了就不叫民主 有些人他会跟你这么讲 我们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我们中国可以做中国特色的民主 你说 不管你叫什么特色的民主 不管你前面做 加多少的形容词 最后你必须有这几个东西 没有这几个东西 你是不能成为民主的 就像苹果 有好多品种苹果 对不对 至于说我们要哪个苹果 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苹果 一个水果 要被称为一次苹果 它必须